第三次试题 以粒子的观点来描述某混合物 其组成分子式一图如右图所示 则在图中有几种化合物 由几种原子所构成 我们从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黑有一个白 所以总共就是黑白两种原子构成 所以呢这个图里面有两种原子 所以答案要在B跟珠里面选一个 还有两种的原子 那么同时呢我们又可以看得到 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 我们的这边的两个白圈圈 两个白圈圈 构成的这是一种元素 它只有单一的白圈圈的原子 这有两个黑圈圈 这表示也是单一的黑圈圈原子构成的 所以这两个东西呢我们都称之为元素 因为它是由同一种原子构成 而这个呢是由所谓的两黑一白 两种以上的原子 以固定的比例结合而成的 所以这个我们称之为所谓的化合物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出来 这个图里面呢有一种 一个化合物 那么有两种元素 所以呢我们的第34题的答案呢 我们应该要选择的是株 这里面有一种化合物 有两种元素 第三次题我们答案选株 别太好的 含了 投赛 来